大家好,我是朱伟,22岁,来自乡东济南 就是乡东交通学院 市场营销专业,今年大四 因为我这个人没有什么别的特长 一是比较笨,二是脸皮有点厚 另外一点呢,因为非你莫属是一个靠谱的招聘节目 所以今天我来了 是吧,上高老师 我的介绍完毕,上高老师挺来 你是觉得有逗狗的快乐,是吧 没有,上高老师,我错了 你伸出两只手,是说有逗大狗的快乐 上高老师,拥抱一下可以吗 欢迎你来 谢谢上高老师 其实我特别喜欢你 我也挺喜欢你的 谢谢 咱们能恢复到正常的人气交流的状态吗 还是正常的情况下,你就是这么交流的 是的,因为我脸皮比较厚嘛 我知道,这点我已经看出来了 我的意思是,你随时和大家说话的时候 都是这么伸一脚浅一脚的吗 我最大的缺点啊,现在说一下我的缺点 因为我这个人不稳重 然后说话是一惊一炸的 就是这种状态,是吧 你说话就是这个状态 然后,稍等一下 你脸上的这个疤,就是因为这么说话被打的吗 小的时候不知道 然后说了两句话就被人打成这样了 真的假的 假的呀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真的是假的 我很认真地在问你问题 所以从现在开始 好吧 你逗的那些内容 就是显得你特调皮的那些内容 咱们先暂时不搞了 来了之后呢,咱们要找工作 先让大家认识一个真实的初伪 好不好 好吧 行不行 行 那您问我吧 你是哪年大学毕业 我是2012年 大学毕业 学的专业是市场营销 这个没错 在大学里面做过什么事情吗 大学里面也没做过什么事 因为比较笨嘛 但我比较踏实 然后大一的时候 在学生会 一个小干事 之后呢 大二下学期 我开始做自己的那个实践活动 比如以前那个 收过那个军训服啊 收什么 军训服,迷彩服 就是每当十月一开学啊 新生军训 你别老跟我试吧 是吧,你就说你的事就行了 你说完是吧之后 我都不知道是还是不是 收军训服干嘛 卖 军训完了之后 军训完了之后 以交易的价格收了之后 卖给合适的人群 我们赚取差价 合适的人群 谁会买军训服 劳动人民 干活的 就是外来务工人员 务工的 工厂的 都可以 医生能赚多少钱 毛利是百分之七十以上吧 哇,百分之七十以上 因为我们是黑心小老板 咱们 你如果这样的状态 我老老实了 我发誓你找不到工作 谁在这找工作的时候说 因为我是黑心小老板 所以我怎么样 哦,我老老实实的 你聊你的吧 你不是不老实 而是你正常一点聊天 诸位 好吧 好不好 你会正常吗 会 会吧 来正常一点 学的这个专业叫市场营销吧 对不对 是啊 这个专业一定会有一些设计 比方说毕业了 得有一些设计的策划吧 对 对 你的策划是什么 我的策划是 以那个酷的概念 推出一种酷的奶 因为吸血鬼日记 比较盛行嘛 然后它那个血带 就是以那血带的形式 去装奶 然后奶的颜色 哦,血带的形式去装奶 然后奶的形式 稍等一下 嗯 你说的吸血鬼日记 是一个美剧对吧 对 那里面的吸血鬼没事了 当他们饿的时候 饿的时候就会有血带 对 作血 对 那是吸血鬼家族的东西 对 你要做的奶制品 对 是血带形状 是 颜色是 可以是红色的 也可以是其他 但以红色为主 五颜六色 可漂亮可漂亮了 奶制品 对 因为它不仅仅是颜色变了 因为各种不同的颜色 会配备不同的功能 就比如红色 它里面可以增加一点 那个花青素 那个丹宁 就是葡萄酒那种含量 对人体是有好处的 稍等稍等 稍等 你的这个奶里面 还加点葡萄酒的含量 对啊 这块东西发酵进去 颜色会变得红一点 有点那种感觉 你知不知道大家 喝奶的时候的诉求是什么 那你给弄成血袋一样的 还健康吗 健康呀 第一它是奶 奶的本质没有变 第二 在奶的本质上 又加了他自己独特的东西 我怎么和你聊着聊着 一个劲儿的 从胃里面往上翻呢 大家不太怕 这个东西啊 是针对青少年的 像上高老师 不适合 是吧 但是你的那个奶里面 不是加了酒吗 没有酒 它里面只是颜色 你不是加了酒吗 你刚刚说那个什么 它是那个葡萄酒 中间是葡萄酒的成蒜 但不是酒 没有那个酒精 对不起老师 那个丹宁你知道 加到牛奶里的效果是什么了 那奶就全沉淀了 真的吗 真的 那我错了 所以你错了 苏伟 你好 我觉得你在这里 不管是从你这份简历 还是从你站到台上以后 我不觉得你是一个行为能力完善的人 我不知道你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 你是真的想找工作吗 就是它的出发点 我特别不明白 你回答美侠的这个问题 你是来找工作的吗 是 你知不知道找工作 职场可以有个性 但是个性和250是两个概念 所以我觉得它特别不像是那种真正考入大学的 特别像一夜有名 我想说一件事情 初伟 你听我说 你可以脸皮厚 你可以认为 自认为很有幽默感 无所谓 这些事情都无所谓 但你知道你在表现最差的是什么吗 是你表现出来 你完全没有自我控制能力 你一直在台上答应主持人 也答应我们 你会控制你自己 不再逗乐了 说点认真的 说点正常的 正常的 跟着你后来又再逗乐 而之后你还自己知道 你会道歉 所以每一次这种事情发生 代表你根本就没有自控能力 就是平时这样 而且突然 它上面写 它是自立会的干事 什么叫自立会的干事 就是管纪律的那种 我自己都管不好 我都管别人 是这样的 有的时候我们管纪律 一定是让这个纪律 最完蛋的那个人管纪律 我们先把他们收编了 然后这个秩序就好了 你挂课挂了多少 我挂课挂很多啊 小哥我就觉得 他说什么我都没办法相信 他说的话 我觉得你是喝多了来的 他觉得他在逗我们玩 没有 他在逗我们 你就是 你逗了我们 然后我们笑 你特高兴 李静 我特气愤 你知道吗 李静你先别气愤 你设身主地的想想 我为什么要设身主地想想 我们的时间也是时间的 我让你设身主地 在我这想想 你想你要是作为主持人 站在这 是不是会很尴尬 不尴尬 欢送走了 就直接 不是 你看我特认真 因为我觉得他很不认真 你知道吗 已经咱们曾经讨论过 我对求职者的态度 你会发现 越是循规倒具的呢 我下手越狠 原因是我希望用刺激 来激发他 但是有时候 像初恋这样 不安排里出牌的吧 我都特客气 你知道为什么 我不知道他下一步 会对我怎么样 我很尊敬你 不是你很尊敬 你知道 你看 你又特突然 你是不是平时 都特别突然 其实真的 比如说你的面部表情 你看我 你的面部表情经常是 其实我很真诚 没有人告诉他 他这样非常招人讨厌 就是完全忍受不了的 完全没有教养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 能混到这个大室里 你知道有多少人 往非里莫属这个平台上 投简历吗 到现在为止 有十万份简历 你知道你能站在这里 是幸运的 但是你站在这里 没有向所有人 表现你的优点 哪怕你有一点点优点 你能吃苦耐劳 都会有一个老板 愿意接受你 来 周老师 给个建议吧 初恋 我觉得你自信心不够 为什么 第一个 你在跟上高老师讲话的时候 你的眼神 几乎都不再看他 你都看前面 这是对对方的 非常不尊重的一种表现 也显示出你自身的 内在的自信不够 这第一 第二个 我觉得你逻辑力 跟思维能力是极差 听你讲话是 东一狼头 西一杠子 到现在没有一个逻辑性 所以假如你幸运 还能够走过这一关 我希望你要先用脑 然后再用嘴巴说话 OK 谢谢 谢谢各位给出来的 谢谢 来 第二位 到了大家做出选择的时候了 不为继续还离开 选择 没事 因为你吓到我了 好吧 因为我认为一个大学毕业生 我反复强调 在今天的这个季节 是大学应届毕业生 无论本科还是硕士的毕业季 我希望我们这个平台 给很多的应届的同学 以示范作用 而你起不到这样的示范作用 所以我说一句 请不吝点赞 订阅